当老板都喜欢优秀阳光 那是老板喜欢员工 不是说男人喜欢女人 那不一样 其实 其实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有家庭的人 你还和我女儿在一块 你把我女儿害了五六年 阿姨你听我说 我跟小飞不是像你想象那样 我女儿瞎了眼了 阿姨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把我女儿就白磨了 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你太过分了吧 有点 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我听你解释 你来就是让他解释的 你要听一下 人家说了跟你女儿之间没什么 您这样说他有点过 你先听他说一下 先他解释一下 他们之间可能真没发生什么呢 来 老吴你解释吧 我跟人非之间本身就是 很好的上下期关系 我发誓 我跟小飞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别说了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希望你今后 不要和我女儿有什么来往 离她远一点 你们难道见了你的上司 见了自己那些喜欢的人 没什么话想说吗 其实我今天根本就不希望他了 因为你知道他结过婚 却一直不敢说 对吧 我反反复复地问你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 有没有结婚 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是 要瞒着我妈 因为我不想我妈 你太幼稚了 所以我不希望他来 他今天来了之后 他就会让我妈妈很伤心 因为我妈妈一直都在 着急我的事情 我真的都已经 快三十岁了 我知道我妈妈一直都对我很担心 我不希望他来 那你今天 那既然吴先生来了 你是希望 他在屏幕里面 第二现场还是到现场来 你跟他之间 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呢 我不希望他来 不希望他来 还是不清不白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到现场 我来这儿 一次 跟他妈妈解释一下 第二是在这个现场 真诚地 说声道歉 阿姨对不起 是我错了 小飞被我付出的很多 我也向他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吴 小飞 我希望你不要辞职 以后我会把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更好 让你妈妈放心 以后我们处理好 我跟她的关系的 不可能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离她远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 把之前那五年 留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深的回忆当中 但是从今以后 我希望我的人生当中 不会再有你出现 我们到此为止吧